開會 今天的議程縣政總組請 請來請各位同仁提出資訊 好 陳怡兵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各位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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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我這邊有幾個議題喔 因為本人喉嚨不是喔 我這邊舉書面報告喔 那請縣長喔 這邊做簡單的概述 那我請議事主 麻煩一下 好 謝謝 縣長 你現在看到了幾個議題喔 你這邊簡單的陳述喔 那我這邊請主席財司 請縣長做個回答 好 請縣長做陳述 謝謝陳怡兵議員喔 就是提出幾個議題喔 我這裡會逐向的做一個回覆 另外也特別喔 就是關心 疑民議員喔 就是火龍不舒服喔 就是希望要好好的保養 也希望說能夠到醫院喔 讓我們醫生來協助 希望能夠盡快的恢復 就是在這裡表達對移民議員 辛苦問真的一個感謝喔 那有關第一個就是四棒倒計交通船 六日加開一般解決目前的現況 進行評估 我想喔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交旅局 做確實的評估 在舉官的交通有沒有必要在六日加開一個 韓邦我請交通旅遊機以及我們連江行業做一個評估 但是我在這裡要特別的跟疑病議員報告 就是說 目前我們舉官交通的韓邦 以一到三個 一到四月份我們統計的一個整個 載客量是低於四成 那目前 民眾所反應目前舉官的狀況 最大的問題是由於這個舉官 這個韓邦的這個次序就是沒有訂定 我們當初規定的一些包含團客 包含鄉親保留票 以及散客的一個定位機制 就是我們沒有完全的弱勢 包含船公司的作業 以及就是旅客定位的狀況 並沒有實際依照我們規範 弱勢造成的次序 就是不是沒有辦法依照我們的次序 所以造成就是臨時突發的遊客增加 我們造成我們加班來不及的狀況 那目前我們這個交通1.0正在測試之中 以後就可以完全的開放就是定位 那我相信在這個定位秩序建立以後 我們更能夠善願我們的這個 整體的一個運量提供舉官 更便捷的一個交通 那我這裡特別跟宜兵議員報告 加班我們一定是全力的配合 那我們希望加班是有效的加班 就是希望說真正的 是能夠滿足旅客的需求加班 那不要在這種次序 不規則次序中亂了這個次序 這種反而是一種浪費 那我們一定會要求交旅局 以及連加行業依照這樣去做 詳細的評估在需要加班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推動這個加班機制 就是在那個旅遊萬計 比如說四五六七 那每隔六日進行評估看看 是是是 我們希望說加班 加在末班船 是 第一可以書上 第二也可以把我們客人 加到舉辦去住宿 是 其實真正的效果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進行評估看看 是 好 那第二個就是 有關上海一家海管設計 必須與公所密切延商 達到地方需求木房的部分 文化處必須明定執行方案 瞭解屋主的需求儘快促成 目前上海一家海管的部分 我們已經確定 就是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我們八千萬的預算 那縣政府跟鄉公主的分擔 兩千五百萬的預算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這個 建築師的一個評選 然後正在進行設計之中 那目前我也請這個建築師 就周邊相關的木屋 做初步的規劃 那就民眾配合的部分 我們也幾次做過會看 這次縣政考驗也到縣去看過 目前也非常感謝 宜兵議員跟鄉長之間 也跟民眾做密切的溝通 我們文化處 吳小玉處長也接續的 跟各位屋主做密切的接觸 我們採取兩個方式來處理 一個是由政府做 依照規定給予補助 然後屋主 新建完成以後 由屋主依照他們的需求 自行就是使用 一種是由政府出資完成新建 然後由政府來使用15年 目前朝著這兩個方向規劃之中 那我們希望說 在今年下半年 能夠建立共識 然後朝著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們希望說設計完成以後 這個案子能夠順利的發包 對於整個菊關山的發展 配合上海一家的商館 以及我們前章計畫 隨意環境改善 以及青凡港的建設計畫 我們覺得是有很大的機會 讓整個菊關的環境翻轉 包含這個田澳舊社區 以及我們這個昆丘沙灘 方塊海等等 我們一系列的一個規劃 我是覺得說可以打造 菊關東溪局一樣 一個非常樂弱的一個旅遊環境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有關第三個議題 讓局客運碼頭的進度 何時營運 票價條價的延商 這次我們現正考察 非常感謝各位議員 安排之下我們一起 就是拜訪了福州馬尾區 爛起碼頭的工程興建進度 依照當天馬尾區的油副書記 以及爛起區的書記 現場的報告 目前工程進度是非常的順利 預定在年底前會完成所有的硬體設施 就是包含那個停靠的碼頭 一個是五千噸以上的停靠碼頭 一個碼頭是可以停兩艘 五百噸以上的一個碼頭 預計在年底前會完成工程 希望說明年能夠開航 爛起到福爾碼頭 我們是非常樂觀的期待 那就爛起碼頭開闢 我們當天研究的議題 包含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爛起碼頭的祈願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能夠再延商一下 我們希望說有新的船隻 能夠加入這條航線 提供更舒適更優質的航運 第二個我們希望說公共運輸系統 能夠跟爛起碼頭銜接 我希望說爛起的公共運輸系統 能夠直接到達這個旅客服務站的門口 然後直接可以銜接福州的常樂機場 以及福州市中心 讓遊客非常的方便 那第二個我們希望說 因為有馬尾港 就是向外延伸到 閩江口的爛起碼頭 這個行程價縮短到一半 我們希望說票價能夠做一個延商 合理的調價 能夠提升整體的競爭力 那目前他們都列入規劃之中 那有關貨運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也能夠一起一併的考量 我們希望說馬祖到馬尾的到爛起的貨運 隨著新的碼頭的這個祈願 也能夠提供這個貨運的服務 目前經過這個討論 那馬尾區的郵富處理表示 這幾個議題他們都列入規劃之中 那會積極的延商 那我想說在爛起碼頭正式開航之前 我們還會做進一步的一個協商 就這相關的議題會做充分的討論 會為鄉親爭取最好的一個權益 也為這個行政爭取最好最優勢的一個競爭力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有關第四點 入客來馬如何增加旅遊人潮 縣長與省長連將會堂 有何具體的做法 如何脱落入客來馬 目前遇到的瓶頸後續有何措施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5月18日 就是拜會福建省談省場的時候 就這一個部分我也提出建議 那希望福建省這個部分 就怎麼樣增加這個入客的來馬旅遊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再進一步的能夠落實 那這個部分我在跟福州市書記 就是王林書記會面的時候也提到 希望說能夠增加這個入客遊馬族的一個人次 能然我是希望說目標朝向一年二十萬人次的目標來努力 那唐寧福州市書記 不是王林福州市書記以及福建省唐省長 他們都回應說希望能夠訂出一個三年的一個具體的一個計畫 能夠落實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我想就這一個部分 我想我們也會積極的跟福州市福建省這邊繼續來交換意見 隨著濫情海線的開通 我相信這個旅客的成長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如何能夠順利的達到我們的目標 一年二十萬人次的目標 我想我們會繼續的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然後在於連江的會談之中 那連江縣就是南副縣長也提到 我也跟他建議就是連江縣一共有107座天后宮的廟宇 以及連江縣十列寺跟我們十列寺禁電碑的一個密切的關係 那目前就是南副縣長也積極的在規劃這個連江 兩岸連江的一個這方面的連結 那我也建議就是連江的107座天后宮可以輪流來馬祖跟馬祖的天后宮交流 那連江十列寺的一些史料的建置目前正在積極的蒐集之中 那預計會在今年的六七月也會跟我們交換意見 辦理兩岸連江十列寺的一些相關的展覽 藉此也促進這個兩岸的交流 我想這方面我們會繼續的跟大陸的連江縣政府 馬尾區政府 福州市政府 以及福建省壇省長這邊 繼續的保持密切的聯繫 然後就各方面的意見來交換 希望說能夠持續穩定的能夠促進 就是小山東的活絡 然後增加來入客來馬的旅遊人次 有關第五個議題就是旅遊當季的補助 消費者的方式是否由普及到地方店家進行延商 這個部分就是有關 我特別強調就是馬祖世紀分明 就是其實每一個季節都各有它的特色 那我也覺得說隨著馬祖觀光的發展 未來應該是不會有淡季 特別是我們如果說大丘連外道路建制完成以後 一年四季都可以很方便的去大丘旅遊觀賞這個梅花路 然後特別是我們秋冬整個島嶼的景色 我相信未來這個淡季是不會很明顯 特別我們秋冬又有這個馬祖的這種節慶 或者是百民文化等 等這個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 我相信秋冬旅遊的這個吸引遊客的這種吸引力會越來越高 那這個部分我相信就是未來秋冬旅遊能量會吸引很多的觀光客來 但是政策上我們用什麼方式來輔導或者說吸引遊客來 我們會繼續的研究有關於消費券是不是落實到店家 或者是願什麼樣子的方式能夠吸引遊客的方式 目前這個部分一部分是風景管理部在執行 一部分是我們連江縣的我們縣政府的這個交旅局在執行 那就這個部分我們會依照實際的狀況 就是檢討過去這幾年14歲的話會繼續的檢討 希望說確實能夠達到這個服務旅客 能夠增加地方這個旅遊人次的這個方式來努力 我想議員提的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密切的跟風景管理處來討論 希望說能夠更有效的達到就是鼓勵遊客來馬祖旅遊的方向 謝謝縣長做了以上的議題的陳述 那明天如果聲音允許的話我想在這幾個議題上面 我再跟縣長做意見的交話 是的 我再提出資訊 好 謝謝縣長的回答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好 林議員請發言